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动作片《恶人传》 影片一开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变态杀人狂变态哥正开着车在街上寻找目标 很快他盯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于是便在屁股后紧追不上 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 变态哥突然加油 罩着前面的车屁股狠狠地撞了一下 吃瓜的炮灰出下车之后显得非常专业 当他拿着手机正拍照的时候 变态哥突然发难 气里咔嚓就把他给杀了 转过天 警察铁锤跟着同事前往安发现场 从去年开始 变态哥做案多起 但时至今日 警方仍是没有一点的头绪 由于堵车 本来就心烦意乱的铁锤变得更加的焦躁 这哥们为了消气 下车来到旁边的游戏厅许情资势 这家游戏厅是黑帮老大鸡贼叔开的 鸡贼叔的势力非常的强大 连铁锤的顶头上司龙套叔都被他给收买了 得知铁锤又来自己的地方捣乱 鸡贼叔给局长龙套叔打了一电话 拿人钱财提人消灾 龙套叔马上打电话把铁锤骂了一顿 铁锤来到安发现场 发现炮灰叔的车尾部有被撞过的痕迹 鸡贼叔来到另一黑帮老大背头叔的公司谈判 由于在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分歧 最后两人是不慌而散 在炮灰叔被杀的案情分议会上 智勇双全的铁锤立开中意 公然否定了局长认为的抢劫杀伤案的判断 搞得局长很没面 铁锤说7月15号的西山水库 7月23号的宝宁阳光海滩汽车旅馆 还有昨晚上炮灰叔的案 这三起杀伤案用的都是同一把刀 所以我认为肯定是同一个人干 局长一听可气的不轻 不分青红皂白把铁锤又臭骂了一顿 从背头叔的公司出来之后 鸡贼叔一个人开着车回家 半道上被变态哥给盯上 这鸡贼叔在黑道上打打杀杀几十年 别的不行 要说打架兜工那绝对是一把好手 变态哥虽然很变态 但论实力真弄不过鸡贼叔 结果是鸡贼叔和变态哥两败俱伤 最后变态哥虚晃一招仨子流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 鸡贼叔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鸡贼叔的助理大头觉得 这件事肯定是背头叔派人干 于是便带着弟兄们去找背头叔算账 吃瓜的背头叔猝不及防 手下的兄弟损失惨重 要说这变态哥是的确够变态 自我疗伤之后准备弄点狗肉不补身 没想到被狗场老板扎袋给发现 这变态哥二话不说就把扎袋给杀了 得知消息的铁锤到医院看望鸡贼叔 希望鸡贼叔能够提供一些线子 鸡贼叔一看见铁锤脑而漏他 当然不愿意跟铁锤合作 铁锤在地库里找到鸡贼叔的车 发现鸡贼叔的车尾部也有被撞击过的痕迹 这说明和杀炮灰叔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背头叔被鸡贼叔的人偷袭之后 才知道鸡贼叔差点被人给干的 为了给自己的兄弟们讨回公道 背头叔到医院亲切探望了鸡贼叔 并且湿了大开口 向鸡贼叔索要巨额的赔偿 虽然这起连环杀人案不归铁锤负责 但这哥们却一心想把这个案子里破 他知道局长龙套叔一直在照着鸡贼叔 因此希望龙套叔去做到鸡贼叔的工作 提供一些凶手的情况 龙套叔跟鸡贼叔一样啊 看见铁锤也是脑子打 不容分说就把铁锤给撵了出去 一天晚上卡车司机酱油叔在路边给老婆打电话 刚好跟变态哥撞见 本来变态哥没有杀人的打算 可当他听到酱油叔不愿意给孩子过生日之后 是怒从心头起恶向哪边生 跟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事 这变态哥为什么要生生不大的气呢 原来这哥们打小就没有受过父母的疼爱 甚至是一直受到爹爹的虐忍 要不然也不会变成死变态 而与此同时 鸡贼叔凭着自己的记忆找人给变态哥画了像 他的想法很简单 抓住变态哥 然后用自己的方法把变态哥给干掉 杀了酱油叔之后 变态哥登上了酱油叔的大卡车 一上车他才发现 原来酱油叔根本没有忘记孩子的生日 变态哥意识到自己杀错人了 可杀错就杀错了 变态哥索性把孩子的蛋糕给吃了 这哥们开着车正往前走的 没想到酱油叔的同事从后边钻了出来 这种跑长途的大卡车 一般都是两个司机轮换着开 隔行如隔山的 变态哥哪懂那么多 只好把这哥们也给杀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变态哥的凶器掉在了路边 为了让鸡贼叔配合自己的工作 铁锤带着同事到老虎机球一听捣乱 希望用这种办法让鸡贼叔就换 没过几天 鸡贼叔的人便找到了 变态哥那辆白色的轿车 和丢弃在路边的凶器 本来鸡贼叔不愿意跟铁锤合作 可由于他被偷袭这件事越穿越邪恶 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声誉 并且导致他在声音上陷入困境 为了早点抓住凶手一正视听 鸡贼叔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跟警官合作 铁锤说一个坏人会抓住另一个坏人吗 鸡贼叔说是两个坏人要抓一个更坏的人 言外之意 在鸡贼叔的眼里 警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鸡贼叔说合作归合作 凶手谁先抓了算谁 铁锤说行 我先抓住就走法律程序 你先抓住你随便 鸡贼叔说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为了保险起见 鸡贼叔不仅给铁锤录了音 而且还录了像 这下铁锤的小辫子算是算在了鸡贼叔的手里 铁锤说孙子算你阿狠 等这件事结束了 咱心脏脑上一块算 由于背头叔一直想瓜分自己的地方和利润 鸡贼叔灵机一动 让自己的助理大头用变态哥的那把刀 把背头叔给杀了 这招借刀杀人凶的太绝了 警方和媒体都认为背头叔是被变态哥给杀了 不过铁锤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猫腻啊 他直接找鸡贼叔质问 鸡贼叔说没错 背头叔是我杀了 可你又能拿我怎么剔呢 变态哥看了背头叔被杀的新闻之后可笑话 这个黑锅他可不愿意背啊 他伪装成黑帮成员来到了背头叔的葬礼上 把一张纸条递给了背头叔的助理憋曲哥 纸条上写了这么几个字 有人用我的刀杀死了背头叔 憋曲哥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 当鸡贼叔和铁锤正在变态哥的车里找线索的时候 憋曲哥带着人杀刀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要说这鸡贼叔是真能打的 这么多人居然都拿他没什么办法 铁锤哪遇到过这种情况 平时都是他做人 哪有人敢揍他啊 这回运气不好赶上点位 把这哥们揍的是鼻子脸肿 要说憋曲哥那是真够憋曲 刚开始被鸡贼叔掰掉了两个门牙 铁锤在干掉了一个风险投资人之后 决定再敲诈家属一笔钱 他谎称人还活着就在自己的手里 让风险投资人老旷拿钱出人 而这件案子刚好封给了铁锤 在交易的过程中 虽然铁锤没能抓住变态哥 但通过变态哥留在酒精上的指纹 终于摸清了变态哥的身份和落脚点 随后铁锤来到了变态哥租住的房屋 找到了一张变态哥的照片 经过比对跟鸡贼叔找人画的那张人像一模一样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变态哥从小受他爹爹的虐待 后来一直在孤儿院上 随后警方和黑帮冰河一处将那一家 针对变态哥的活动区域迅速展开了搜捕 可一帮人忙活了好几天 依然没能找到变态哥 转过天鸡贼叔正打着咱等车的时候 一个女学生跑了过来 这鸡贼叔虽然为了利益可以杀人犯火 但从骨子里来讲并不是毫无人心 他跟滥杀无辜的变态哥还是有区别 晚上警察和黑帮正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出了一则新闻 白天那位拿着鸡贼叔与伞上车的女生 居然被人给杀看 而作丸的手法简直跟变态哥是如出一辙 鸡贼叔一看是火冒三丈 马上命令手下搜捕变态哥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通瞎悬末 大家伙终于在一遍迷旅社发现了变态哥的踪迹 不过此时的变态哥不在屋里 为了不打扫经车 一帮人守在旅馆的附近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没过多久 变态哥开着车出现了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先是飙车 然后是捉迷藏 在这场游戏中 鸡贼叔的助理大头不幸被变态哥给杀了 要说还得是鸡贼叔的江湖经验丰富 他察言观色 很快便锁定了变态哥的位置 然后出其不意 当场就把变态哥给活捉了 变态哥烙在了鸡贼叔的手里那还不好 鸡贼叔把变态哥胖揍了一顿之后 刚打算把变态哥给干掉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铁锤开着车突然杀到 当场就把鸡贼叔给撞猛圈了 对变态哥的审问并不顺利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变态哥杀人 加上变态哥死不承认 最后到了庭审阶段 法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作为唯一一名从变态哥手里逃脱的被害人 鸡贼叔主动出庭作证指认变态哥 鸡贼叔因为违法乱纪正在被警方通缉 他之所以冒着被抓的风险出庭作证 是因为跟铁锤撕压里达成了一项协议 如果鸡贼叔出庭作证 那么铁锤就会替他隐瞒杀害被投出的事 鸡贼叔虽然答应 但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求铁锤必须想办法 把他和变态哥关在一个监狱 经过鸡贼叔有力的指认 变态哥最终被犯有罪 影片的最后 鸡贼叔如愿以偿地和变态哥关在了一起 等待变态哥的将是一场永远无法结束的噩梦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子 就算是个大坏蛋 做人也得有底线 滥杀无辜瞎回来 迟早让你没喝饭